趙安吉之迷車子怎會跌入祠堂 美國為何再次否決聯合國以哈亭火決議 國企重申設立人民武裝部 助美國在印太牽制中共 澳洲皇家海軍艦艇將抗爭一倍 大家好 首先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2月21日 星期三 歡迎收看希望之星每日要文 我是林欣 觀眾朋友們 在過去的三個月裏 我們向你介紹了三高代謝寶 並且收到了越來越多的正面反規 65歲的陳女士告訴我們 在服用降血壓藥三年後 他的血壓仍然偏高 然而當他停止使用降血壓藥 並開始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他驚喜地發現他的血壓回到了正常水平 他笑著說 以為是自己的血壓計出了問題 更多信息請訪問健康520網站 我們期待帶給你更多希望和健康的消息 臺裏美國前運輸部長趙小蘭的鮑梅 福茂集團董事長兼執行長趙安吉 日前車禍過世 享年50歲 美國警方後續公布趙安吉死因 指出他駕車闖入私人土地後聚入祠堂 不行歷弊 另外聖傳他當時駕駛的是特斯拉 有關單位尚未證實這項說法 針對趙安吉之死 德州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 發布一份聲明表示 2月10日這個辦公室曾到布蘭科郡 一處私人牧場進行水中救援 救援人員抵達現場後 從牧場內的祠堂打撓出趙安吉 布蘭科郡急救中心表示 沒有跡象表明這輛汽車最終是怎樣進入祠堂 即跌入祠堂原因不明 CNBC16日報道 這份聲明表示 我們的初步了解確定這不是一宗不幸的事故 詳細情形仍然在進行調查 警長辦公室沒有透露 現在位於強森市的名稱 也未公開是誰打電話報警的 布蘭科郡急救中心主任奧克利 之前接受CNBC採訪時說 2月10日午夜時分 急救人員接到電話 清強森市一處私人產業處 需要水上救援 奧克利說救援車在2月11日凌晨12時12分抵達現場 發現一輛再有一人的汽車完全淹沒在池堂中 估計水深在12至15吋之間 他說車內的婦女被救難人員從車內救出 雖然經過43分鐘的搶救 但最終挽救不了這名婦女的生命 奧克利說 沒有跡象表明這輛汽車是怎樣跌入池堂的 他亦拒絕透露是誰打電話叫來救援人員 或者是誰擁有依處房產 奧克利說 這些都是他不能透露的信息 新聞看點主播李牧陽分析指出 我們不知道趙安吉的座駕是特斯拉哪種車型 但特斯拉這種車型的封閉性能整體都不錯 也就是說 如果車跌入游泳池 短時間內車廂內是不會入水的 如果牧場主人有及時救援 趙安吉應該不太可能力碎身亡 那牧場主人是不是施救了呢 通過上面這些分析我們最希望了解的是 牧場主人是誰是否與趙安吉認識 牧場主是否第一目擊證人 是否第一個報警的人 如果知道這些 就可以判斷趙安吉是死於意外 還是死於謀殺 甚至可能還原出案件的真相 但令人遺憾的是 無論是奧克利 以為急救中心主任 還是布蘭科郡警方 都拒絕透露私人牧場主人的情況 也拒絕透露第一報警人的身份 如何發現趙安吉的車在池塘或游泳池中 以及警方接到報警的時間等等 將這些視為秘密 根據德州公共信息法 這些都是屬於公眾有權知道的信息 並不是機密信息 也不會影響案件的偵破工作 但布蘭科郡警長辦公室 卻將前往採訪的當地媒體擋在門外 這是非常不正常的 當地警方為何違反本州法律 剝奪公眾的知情權 背後有什麼警局呢? 還有一些令人不解的地方 趙安吉的父親趙石成 對小女兒子死 只是表示傷心欲絕 卻沒有說明她的死因 趙石成對海外親共媒體表示 當初取名趙安吉這個中文名 就是盼望她平安和吉祥 沒想到年紀輕輕就趙然去世了 2月20日美國再次否決聯合國安理會 關於以下暫時人道主義停火的決議草案 而是敦促安理會在呼籲暫時停火的同時 要求哈馬斯釋放人節 據《大紀元時報》報道 週二 13名安理會成員投票贊成 亞爾及利亞起草的停火決議文本 英國投棄權票 這是美國第三次否決聯合國 這類決議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林達·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上週六表示 美國將否決這項決議草案 因為擔心這個決議草案 可能會危及美國、埃及、以色列和卡達之間 只在促成、暫停戰爭和釋放被扣押人質的談判 他週二告訴安理會 亞爾及利亞提出的決議 將對這個地區正在進行的敏感談判 產生負面影響 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在投票前對安理會表示 在沒有達成要求哈馬斯釋放人質的協議情況下 要求立即無條件停火 不會帶來持久的和平 相反 這個可能會延長哈馬斯和以色列之間的戰鬥 亞爾及利亞起草被美國否決的決議 並未將停火和釋放人質連繫起來 這個協議將立即實現人道主義停火 和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人質分隔開來 英國駐聯合國大使巴巴拉 吳德玉德 在投票後對安理會表示 僅僅像這項決議般 呼籲停火是無法實現這一目標的 停止戰鬥並潛在 阻止戰鬥重新開始的方法是 首先暫停火 以營救人質並提供援助 據路透社週一看到的文本 美國已經提出一項競爭性決議草案 呼籲以色列和哈馬斯戰爭暫時停火 並反對以色列在拉法發動大規模地面進攻 這個決議表示 計劃流出時間進行談判 不會急於投票 上週拜登總統和以色列總理 內塔尼亞胡進行通話 美國的決議文本 呼應了拜登的談話措辭 美國的決議草案將要求安理會 強調支持在釋放所有人自基礎上 盡快在袈裟實行 臨時停火 並呼籲消除大規模 提供人道主義援助的所有障礙 週二托馬斯·格林菲爾德 在投票後說 今天進行投票是一廂情願且不負責任的 因此雖然我們不能支持一項 會使敏感談判陷入危險的決議 但我們期待參與另一項文本 我們相信這項文本將解決我們大家 共同關心的很多問題 這是自去年10月7日以來 美國第二次向安理會提出 有關加沙問題的決議 中俄在去年10月下旬 否決了美國的第一份決議 英媒20日報導 近幾個月 數十家中國國企設立了新的人民武裝部 專家分析指出 此舉表明 在中國經濟放緩之際 習近平當局 越來越擔心社會和政治不穩定 亦有分析說 可以肯定的是 今年習近平有大麻煩 英國金融時報2月20日報導 根據對2023年企業公告 和官方媒體報導的分析 近幾個月來 數十家中國國企 建立了新的人民武裝部 去年年底 中國語業巨頭 伊利集團成立了人民武裝部 這是該公司總部所在地 內蒙古的第一家 非國有企業的 人民武裝部 今年一月 有官方背景的媒體稱 伊利正在打造一支 和平時期服役 緊急情況下應對 戰時作戰的國防力量 新加坡拉耶勒南 國際研究院的中國問題專家 James Trump 將對人民武裝部的興趣 重新抬頭歸恩於 中國共產黨強調安全 而非發展 他認為這個至少可以追溯到 2017年開始的 習近平的第二任期 Chawa 伊利集團的公告 可以被視為信應了這一趨勢 專家們警告稱 不要將企業部隊的崛起 視為當局準備對外國對手 進行軍事動員的跡象 相反 這個可能反映中共黨魁習近平 對安全問題更加關注的態度 以及對中國經濟以數十年來 最慢速度增長之際的社會 不穩定風險的擔憂 智庫蘭德公司 高級國際防務研究員 Thymus Hitz 表示 這些人民武裝部的啟動 表明領導層對國內社會穩定形勢感到擔憂 因為它同時發生在這麼多地方 幾乎可以肯定這是自上而下的指揮 Hitz 補充說 人民武裝部可以在維護國內安全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充當企業、社會和安全部隊之間的聯絡人 同時宣傳愛國主義 監督對中國、共產黨指示的專守情況 2023年初 習近平當局結束動態清零政策後 中國經濟並沒有發生過 預期中的強勁恢復 由於房地產行業持續放緩 消費者支出減弱和出口收入下滑 中國一直難以找到新的驅動力 中國民間對中共政權的反抗行為 逐漸增多 繼四通橋事件後 山東濟南、萬達廣場建築物的北牆上 突然出現打倒共產黨、打倒習近平的電子條幅 令當局十分緊張 目前中國社會爆發群體抗爭事件逐年飆升 從一年幾千宗、幾萬宗到現在至少十幾萬宗 中國現在平均每日會發生大約500宗群體抗議事件 有台媒報導稱 中國社會亂了 此外北京還面臨更大的地緣政治挑戰 中美關係日吹緊張 習近平對俄羅斯總統普京的支持 以及中共在台海和南中國海問題上 日益強硬的軍事姿態 正平人士黃有群認為 習近平三年任後的一年多 諸事不順 千方百計防政變、防兵變、防暗殺 習近平登上中共權力之巔 希望獲得尊重 收獲的卻是一片馬聲 目前可以肯定的是 2024年習近平有大麻煩 隨著中共在印太地區的野心日益增加 以美國為首的盟國開始抗軍、防島 現在澳洲也計劃將海軍規模抗爭一倍以上 以牽制北京的威脅 據Nerval News 2月20日報道 澳洲國防部長李查馬律斯 20日在悉尼宣布 皇家海軍的艦隊 將從11艘水面戰鬥艦 包括驅逐艦和防衛艦 在內的大型水面艦艇增加到26艘 外加25艘小型戰艦 建造一支新的2級艦隊 這將洗艦隊的規模在2040年代中期增加一倍以上 根據這個計劃 澳洲總共將建造17艘新的2級戰鬥艦 伊支部隊的核心將是11艘通用導彈 護衛艦能執行防空對地打擊和護航的任務 其中8艘船 預計將在西澳洲建造 但前3艘將在海外建造 目前西班牙、德國、南韓及日本等4個國家的設計 已入圍要求 最終選擇將在明年決定 其餘的2級船艦將由6艘可載人的大型無人戰艦組成 值以增強遠端打擊能力 這些船艦將配備至少32個隨直發射系統 以及袖斯頓戰鬥系統正式編號是 Weapon System Mk-7 是全世界首套全數位化的艦載戰鬥系統 亦是美國海軍、日本海上自衛隊、南韓海軍、西班牙海軍、 挪威皇家海軍、澳大利亞皇家海軍現役 最重要的整合式水面藍艇作戰系統 由諾克希德設計製造 澳洲政府預計根據這份藍圖 在未來10年投入澳幣111億元 約72.6億美元 加速執行擴大海軍艦隊的計劃 並振興澳洲造船業 結合這個國家去年根據澳英美三方安全夥伴 AUKUS軍事協議 計劃組建的8艘核動力潛艦部隊 澳洲皇家海軍未來將擁有 水上和水下全面作戰能力 成為美國在印太地區牽制中共海軍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俄烏戰爭陷入膠著之際 美國及其盟國補充彈藥庫存的能力 開始捉襟建走 澳洲也計劃建立自己的導彈製造能力 去年的評估 還建議澳洲政府由於澳洲北部海域 和海岸地區的重要性日益增加 可從美國購買更多M142高機動炮兵火箭系統 海馬斯以及更多登陸艇 減少戰車數量 好了今天的新聞就報導到此 多謝您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留言分享點讚和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見